姨小姐担任这个任务 两位呢 我们就来听一听两位的宣传大师的感言 首先有请姨小姐 很开心这次来到韩国出席韩国中国电影节 谢谢大家的信任给予我这样的一个荣誉 特别开心也是一代宗师 今天晚上也可以跟大家见面 也希望大家可以都去欣赏这部电影 八月份这部电影就会在韩国上映了 也希望在韩国一代宗师可以获得很好的成绩 作为一个中国演员 其实我跟韩国的电影工作者合作的机会比较多 合作过的演员和导演也比较多 我深深感受到韩国的电影工作者 是非常的敬业 非常的专业的 在他们身上我也学习到很多很优秀的地方 他们很严谨 工作的时候都很卖力气 大家对电影的那一份执着和爱都是共通的 所以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更多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和韩国电影工作者之间的交流 希望我们有更精彩的合作电影 希望两个人民可以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谢谢大家 现在韩国 Public Television 未来是好机会。 互相比互相比互相比有好合作作品。 文化交流会更加有效。 感谢。 接下来,撤小江先生,请你更多感谢。 尤其是严慎的女演员,张杰小姐和女演员, 严慎的女演员,严慎的女演员, 非常非常开心, 能严慎这么美丽的张子怡小姐 被选为我们电影节的宣传大使, 非常开心。 韩国和中国, 严慎的女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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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演员伤三, 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并欣赏感工对 我希望我们能唱出高诚�fe释里浦草, 孙十三中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